A3有個方法可以用格式的方式 比如說像這個是84 你可以按右鍵出現格式 格式裡面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預設是通用 你可以把它改成制定 制定裡面只要是3個0的話 表示是3碼 3碼的話按確定之後 3碼000 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什麼 084 007 你想說老師這樣的話 我是把它串在一起就OK了 跟各位講不是 為什麼 因為格式 所謂的格式是什麼 表面上看到的 但是實際上資料並沒有影響 這一點要有概念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做一些處理會有錯誤 他們都是因為我看到我以為 但實際上不是 這怎麼辦呢 最正確的還是要了解一下 原始資料是什麼 可是那你想說 老師那有沒有一個方法 所以我就突然想到 那是不是我可不可以 有沒有一個函數 它可以幫助我 把我看到的 變成實際上我要的 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看到是084 那有沒有一個函數 可以讓084 就真的變084 如果有這個函數的話 那就很重要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 Excel裡面有太多看到 但是取不出來的 有沒有 像你會發現這個 像這個是70斜線9斜線17 對不對 但如果你用Lapt去切 70 你會發現取出來絕對不是70 那會是什麼呢 你們可以試試看 你看到的跟你實際上 要取的資料 是不一樣的 那好 關鍵 哪一個函數 可以幫我們做到這一點 跟各位講一下 有一個函數 它叫TEST函數 TEXT 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如果 你會用這個函數的話 以後呢 你看到的資料 就沒有取不到的道理 所以特別注意 TEST函數很重要 OK 如果你會用TEST 說真的 就沒有 因為常常有同學 發問題 我說老師 為什麼我要的資料 永遠取不到 我看到明明是這樣 為什麼我取到的就是不同的資料 我跟他講說 你會不會用TEST 他說 沒學過 OK 那就是問題點 如果你會用TEST 那你剛剛問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OK 那怎麼做 跟各位講 TEST沒有那麼複雜 你只要掌握幾個步驟 結果就OK了 好 那首先的話 我把這個恢復成員來到了 除了格式 我把它改回來 改完通用 你確定 好 那記得剛剛的那個格式 我們格式裡面 制定裡面是三個0 三個0就是它的格式 它的格式公式 那如果把格式公式 再放到TEST裡面就OK了 所以首先我要怎麼樣 把84 變成084 首先第一個 油標先放在這邊 先練習 等一下 我們先把綜合練習 這個工作表 另外再複製一個好了 那複製怎麼樣比較快 當然按右鍵這邊有移動或複製 不過有點麻煩 我建議有一招 你拖拉 拖拉這個工作表 再加Ctrl鍵 有沒有 Ctrl鍵按住就有個加號 放開 放開左鍵 這邊就多一個了 把這個改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它會是瓜糊二 我把它改成叫TEST OK 我用改成TEST 那怎麼改 第一個 我在I4的儲存格 點一下 然後插入文字 它一樣是文字 TEST的顧名思義 就是文字 文字裡面T開頭的 這邊就有個叫TEST函數 那它會需要跟我要兩個資料 哪兩個資料 第一個是VALUE VALUE就是資料 OK 第二個的話是Format Text Format就格式化 TEST一定是文字 文字的話一定是前後雙 OK 所以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給它兩個東西 第一個 我給它84好了 那我希望把84呢 變成084的文字的話 那我只要在第二個訊息 加上剛剛我輸入到格式裡面 制定的那個三個0 可是記得有一點 另外有個重點 它的參數名稱有TEST 記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只要是參數名稱裡面 有TEST這個關鍵字的話 請務必要記得 一定要加什麼 前後雙以後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的函數裡面 它都會有TEST這個關鍵字 但是你沒有給前後雙以後 出來的結果是不對的 有沒有 像我們剛剛 少加這個的話 你會發現按確定得到什麼結果 它一樣是84 有沒有 可是理論上應該是錯誤的 你會發現它變這樣 有沒有 所以重點應該是這樣 0,0 要記得 它因為是FORMAT的TEST 所以記得 只要有TEST這個關鍵字 一律前後 就給它加雙以後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常常忘記 因為很多函數的參數 都會有這個關鍵字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有沒有 084 而且還有一點 你會發現 它是靠左還是靠右 靠左 那靠左是文字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 它不會是靠右 除非你自己是把它手動 改成靠右對齊 OK 所以它是個文字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 跟剛剛的公式串在一起的話 那我只要把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一下 或者你重新打也可以 然後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這個當然我們剛剛是到這邊就好了 所以你恢復到0911 後面的話就是AND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 TEST 有沒有 G4 然後後面的話加上三個零 前後加雙以後 打個勾就可以了 080就OK了 然後呢 那這個的話就是一樣的方法 AND 減號 複製把它貼到這個後面 然後把G4改成H4 這樣的話呢 向下填滿 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這個公式 跟剛剛的公式比起來的話 當然顯然 當然 相較之下 這個簡單實在是太多了 有沒有 轉個彎 但是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只是說你們老闆絕對不會管說 你到底用哪一個 反正你給我做出來就對了 我還管你用哪一個 對不對 是不是只有這兩個 沒有啦 還有第三 第四 更多種解法 只是說啦 沒事 你一定是找最簡單的啦 一定是 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你可以在旁邊先練習 插入函數 用Tesl 然後把Value給他資料 FormateTesl 給什麼 3個0 記得前後加雙以後 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這一個套到這邊來 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